01 年 30 條 在 circuit 裏面有兩個電阻 這兩個電阻是一樣的 如果 Switch S is closed 這裡關掉的話 問你以下有什麼預測是對的呢? 不如試試開和關掉一次 我先畫兩隻一點 如果 Vomita 是 Perilobot Vomita 是 Seriesobot 其實這裡可以寫成這樣 這個是 A 這個是電阻 這個是電阻 這裡隔了Vomita 然後回家 這樣隔了就像 其實隔了中間隔了也一樣 這個就是 S 是 Open 我們可以量一量數字 我可以量一支一支 我可以量一支 例如我量一支 我量這是2V 這個是2V 我自然量的Vomita 量度2V 然後電阻 會量到1A和1A 因為 V和 IR 現在的Circult 當 S 閃閃時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這個是 A 現在多了一個電阻 接著這裏就回家了 這裏就有一個封面檔 現在我們看清楚 其實它是一個 Parallel 那 Parallel 最主要的東西就是 如果這裏是 2V 如果這裏是 2Ω 下面那裏都是 2Ω 其實上路都是 2V 下路都是 2V 你的 V 都讀到 都會是 2V 那你上路 其實你開了下路是 Parallel 那上路其實是沒有任何的改變 上路的Current 仍然都是一個 A 那接著 但是下路呢 同時下路都會有一個 A 所以總電流就由 1A 就變成為 2A 那我們就看看 究竟 Current 的變化會是怎樣 第一個 就是 A1 A1 是否會增加 A1 就由 1A 變 2A 這個就是正確的 因爲開了一條新的路比海 就是 Parallel 總電流會增加 因為 Parallel 而言 總電流會減少 第二個 A2 是否會變成 Unchanged 應該是對的 因爲開下路上路是不會有影響的 在純 Parallel 而言 第三個 Vodic 從未不變 因爲上路下路都是得到 2V 第四個 Battery 會不會增加 因爲 we can see A 因爲 A1 就是電池的 current 電池的 current 電池的 power 就是 P 等於 Vi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個 power 就是 P 等於 2X 1 而現在 P 等於 2X 2 那 Power 會變大了 因為 current 變大了一倍 那 Power 變大了一倍 Potential difference across X 和 Y 是否會增加 X 和 Y 在這兩點來說 這裡最主要就是 有同學想想 這裡開了 如果這裡開了的話 就覺得 Potential 就會是 0 因為這裡是 In Compression 但是 其實這點就是這點 這個就是 X 這點就是這點 這點就是 Y 其實你搬上去 這個Potential difference 等於這個Potential difference 亦都等於V的Potential difference 即是 V 都是在讀 X 和 Y 這樣呢 所以其實就 但是它開之前是 2V 關掉之後也是 2V 所以答案 E 就不對 E 這個位置都是 Remain and Change 答案就是 E 所以如果你覺得 X 和 Y 的 Potential 有時候 例子突然間 不知道 開了的時候 沒有想過 記住 X 的 Potential 其實可以搬上搬上 如果中間沒有任何電阻 所以 X 呢 X 呢 其實可以搬到這裏任何一個位置 對了 Y 呢 其實可以搬到這裏任何的一個位置 那你搬了之後呢 那你就會容易想些了